发现自己的独特之处 启发小朋友 找到他们的特长和热情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的小朋友缺乏投入感和生活缺乏热情的动力呢? 自我实现可以启发小朋友的内在动机 令到他们追求自己的目标而不是内在的压力 让我们来分享今天的小成功 早上好好休息 感觉今天和之前的状态很不一样 做了很多测试 然后决定不去闯处的行动 下年就去台湾上堂了 说得出做得到 答应了做公益故事 就不因为特别的事件而更改了 分享我的part给我的team 我和他们都学到很多东西了 很努力地学过membership site和自己的小声音对抗 设定我的拍片的setting 以后我可以自主很多了 开始发给你是我的父母感恩他们同时感恩我自己 今天儿子发生了三次大哭事件 第四次 保持冷静和保持边界 感恩自己温和而坚定 说得出就做得到 准备明天要和儿子和整班同学跟学校去玩 明早就可以轻松一点了 加入了六大频道入我的会员专区 我相信其他东西都可以很快设定到 自我实现有效地帮助小朋友发现 而且坚持他们的核心价值观 如果喜欢这个话题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like和share 和留言分享你的感受 看到了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